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这个事情怎么解释 我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这个展览的车展人 当时我跟玛丽安娜 因为玛丽安娜应该是这个展览的车展人 我跟她接触的时候是我们一直在谈论汉斯的过去的一些事件 因为她在做调查 她在摸清当时发生的情况 所以我跟她聊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你介绍一下她是什么人 玛丽安娜是荷兰出生的这个车展人 是在荷兰的美术馆系统里面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车展人 她是 我忘了她的美术馆的名字 应该她是一个就是西方学术圈里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1996年她曾经来过中国来考察中国的当代艺术 那么1997年 这个展览是受到荷兰官方支持的一个展览 应该是的 同时也是拿了一个摩迪安娜 蒙德里安基金会 基金的一个展览 对对对 那么你的工作是受雇用的工作吗 不是 我是义务工作 完全义务 对 那么你知道这个展览的资金吗 不知道 那么你在这个展览中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玛丽安娜找我的前妻基本上是跟我聊一些实际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作为汉斯的助手 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 另外她请我去帮忙在这个艺术文件仓库的汉斯留下的这个文献里边 有一些这个协助的工作 因为她不太懂汉语 那中文字她要问我 因为她懂荷兰语 所以汉斯留下的资料就是 比较好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懂荷兰语的人和一个懂汉语的人 这个两个人互相配合 那么前妻是这样的情况 她找过我几次去聊汉斯的这个当时发生了什么 然后又去一同去看这些资料 也包括她跟很多艺术家去做访谈 因为这个也是她的调查工作的一个部分 她见很多艺术家 有的时候我去联络和陪同 那么到了后期大概是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吧 她就提出来那个让我参与到这个 这个游伦斯的这个计划 作为这个联合策展人 那么这个身份实际上 在游伦斯的这个媒体报道里面 并没有体现出来 只是说我是作为摄影部分的一个支持者 就是提供这个摄影提供策展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人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说因为我是出于一个对汉斯的这个工作很有敬意 而且她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是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个导师 那么我觉得我有义务来这个帮助这个这个计划的实现 所以就是说其他一些条件呢 我都没有去特别关注 至于是不是有工作的报酬 还有还有身份我都没有去关注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为这个计划还付出了很多资金 这个当然很少了 但是就是说我没有从他们拿这个工资或者报酬 而且我垫付了一些一些费用 就包括运输啊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希望他们就是说正式把我作为联合策展人 但是说我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谈这个问题 只是跟这个田斌宇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我说我就是表达了我的愿望 我说我是作为一个义务工作 你们如果有报酬也好 没有报酬也好 我都不影响这个我的工作 而且我不希望那个带来更多的复杂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彻宅已经比较复杂了 已经头绪很多或者是要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 所以我不想来增加这个困难 我只是想提供帮助 是这样的角度 为什么他们在约翰斯做展览需要付钱吗 您说向谁付钱呢 向约翰斯这个机构付钱 我据我了解这个展览可能就是要花很多钱 就是说要花钱的部分比如说去借作品 那么有一些作品是大量的作品是借出来的 就从所有者从各个所有者借来的 要要花运输费和保险费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 另外一个就是展览制作 他们要输出打印要做展墙 要做很多这个这个一个硬件 软件方面的这个投入 要花很多钱 当然他们也有赞助 好像拉到了一些这个基金会和这个品牌的赞助 展厅需要这个租用吗 这个应该是跟具体的展览没有关系吧 那个展厅的租用 我想应该是他们就是要从 要从798的那个物业的那个合同里面在计算吧 应该是要付租金的 因为他们按年度来付的吧 就是我说具体的展览这个展览 需要付给博文斯这个机构租用的 我觉得他们核算成本的时候会计算这方面的 我就是好奇啊 那么我知道你没有参与到这个人员的选定和名单呢 还有具体的这些问题 那么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我的名字不在这个这个 新闻媒体的一个或者给公开的证明 我对我对我呃 我是在这个微信上看到他们发布的 因为因为好多天了 因为他们我一直在等他们发布 我也很好奇我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他们会写写成我把我写成什么 然后我看到那个之后我就发现了没有您的名字 那个应该具体时间可以查出来 大概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吧 应该是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前 这个不太确切可以查这个可以查证的 呃当时我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还有几个艺术家是通过我联系的 比如说容容和赵亮 那么他们的名字也没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因为我很比较关心这个名单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呃就是那个时间段 他说由你和施安迪提供策展支持 对后来施安迪是直接没有出现 那个也没有做说明 他就是就是很简单 就是没有没有出现他的这个身影 也他没有来就是没有从德国过来 因为他住在柏林嘛 所以他没有提供我们的支持 那我那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马利安娜在统策吧 呃他提供了我据我所知 他提供了一些柏林方面的这个 谁是策展人刘秀仪和魏克德为次呢 呃刘秀仪是呃游伦斯的这个他们美术馆方面就是呃美术馆方面的策展人 呃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在欧洲路特丹的这个下一站的活动 这个下一站的活动 9月份的活动 下一站你会去吗 呃没有跟我讲这个问题 我我目前还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没有我的什么事情好像 嗯那么关于没有写当然不止我的名字 还有很多艺术家的名字 那么这件事你有看法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遗憾的事情 就是呃他们这个如果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这个疏忽和错误的话 就是他们确实有很多疏忽和错误 包括他们本身这个马利安娜布劳沃的这个名字本身都写 都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是布劳瓦 但是后来又写布劳沃 就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不同的写法 这是这是 当然这个就是说我觉得 这是这是非原则性的这个错误了 是技术性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那个作为呃 呃艾薇薇先生的这个这个名字不出现的话 呃 无法令就是说 那个无法作为一个技术性的错误来来对待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呃 作为一个机构的全民性的话 呃 他发布的东西应该 应该 应该 首先是不允许技术性的错误 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应该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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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的缺失 呃 呃 这个是一个应该不能否认的吧 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或者是保护这个这个机构也好 或者是保护这个活动也好 他们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呃 可以谈到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 你是指什么原因 因为在我跟马利安娜在私下交流的时候也提过 因为这个就是提到艾未未先生的这个参展的问题 当然我们是希望呃 作品能参加 然后都能这个名字也能正常的体现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我们不希望这个不希望有一些这个节外生枝 或者是有一些非正常的事情发生 那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因为我跟他提过就是说听说 因为我没有在场 或者也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消息来源 只是一些这个消息 一些消息 听说在前不久前在上海的这个活动 那个受到了这个阻碍 就是艾未未先生的这个参展的参展的名字 参展的作品 都是都发生了很多这个不应该发生的这个问题 不应该发生的这个这种事件 那么我们也担心这个同样的情况在北京 在尤伦斯这个展厅里面发生 所以呢 但是我们实际上都有些无能为力 这个事情只只能交给这个尤伦斯的这个 负责公共关系的这样的人来处理 因为只有他们来承担这个责任 也只有他们才把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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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 是是是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一个对当局很大的刺激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一个这个会带来很大的这个风波 或者是很大的这个事件的一个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他们能够把握 那么作为马利安娜和我呢 可能就是都超出了我们的这个能力之外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事件没发生之前 自我审查本身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 但是发生在任何危险之前 所作物 由于一种某种记忆和某种恐惧而完成的行为 你是因为这样是这样的 你并没有 我同意您的说法 我同意您的说法 能证明这个事情将来发生 对对对对 我特别同意您的说法 就是一个一个机构 或者是一个一个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 他不应该去这样去自我去设置一些这个由于恐惧的心理 由于这个要自保的这样的这个去 我是赞同这种就是对于个人的权利去光明正大的去争取 去积极的争取 我是呃支持这样的做法的 但是现在的现实呢就是很多机构或者是很多包括媒体杂志 他们都都都在这种自这种自我检查也好 或者是叫这个呃就是被这种恐惧所胁迫也好 这个是一个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非常强大的一个现实 很多人把自我审查或者恐惧或者用一种懦弱的行为把它推向一个强权的结果 但事实上是由于自我审查和懦弱的行为成就了强权 我审查和牺牲最基本的权利和牺牲最基本的这个事实 这个应该是这个时代最普遍存在的一个事情 那么很多人包括一些都参与其中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记录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那么作为爱卫在一个月内有两个机构都对历史性的事件进行了创感 而参与的艺术家加起来可能有敬拜 无一人提出过一亿到目前为止 所以我们准备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记录 你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这个现在社会的一个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证结吧 就是说是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您说的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 应该去这样去做应该去这样的去争取 我赞同您的说法 您认为一个机构在连这样小的事实都进行去试图去遮挡和掩盖的话 那么这跟一个政府试图去掩盖发生在25年前的一次坦克进入的这么一个镇压行动 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政府主导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民间在做一些事情 那么如果民间做这些事情的话 应该是有它独立的角度和有它独立的态度和看法 这是有差异的嘛 这是应该不同的 我觉得是不可能一致的嘛 在改变事实的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呢 在试图来由于改变事实来获得一个相对容易一些的处境 这点上有什么不同的呢 那政府是有强权的 那民间是没有这个强权的 对我同意您的说法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纪录片吗 我很难判断 因为因为我没有看到嘛 现在正在正在拍摄嘛 谢谢 哦还有一条 因为你对那汉诗是他早期的一个学徒 因此见到你的时候是你和武进 对对对 到那来建一张文化 对对对 你记得吗 对对对 那是哪一年 应该94年 那么从你的记忆当中 你对汉诗很弱 当然你后来没有不太了解 但是你的印象中 艾瑞和汉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前期的话 就是他认为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艺术家 因为是经历过70年代后期的这个 星星美展和这样的这个 早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新潮美术运动 那么之后在纽约 经过了很长时间 然后回到中国 开始新的这个艺术的这个 这个这个道路 总体上是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这样的概念吧 我觉得 后期是一起合作这个艺术文件仓库 那么就不单单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可能是一个组织者 或者是一个 共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人 谢谢大家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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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